啊哈哈 都沒有人耶 啊哈哈哈哈 大家好 我是Hensen 我是默默 歡迎來到陌生夫妻的頻道 我們現在目前人就在 桃園機場 機場 我們這次要出發前往旅遊的地方 就是玉白 沒錯 終於被我們 叛到了一個日本自由行 現在時間是 19號的晚上11點 對 為什麼這麼晚我們在機場呢 因為我們也要搭我們第一次的 紅眼班機 你有搭過嗎 不記得 不記得是什麼東西 那當然 每一次我搭飛機 我都盡量搭不同的航空 跟大家分享我們乘坐的體驗 好的 那我們今天要搭乘的就是 前一陣子人 我是老爸 他們拍攝過的航空 但是 我有跟老爸討論過 就是他們有沒有拍到的東西 這次我們要把它拍掉 是喔 究竟是什麼呢 嘿嘿 跟著我們一起出發 Let's go 好尷尬 我們今天往東京羽田是1點25分登機 登機門在A9 謝謝 謝謝 好的 我們已經出關了 都沒有人耶 那有些人應該會想要問說 為什麼這次我們會做節星 那基本上呢 從台灣出發到日本 有非常非常多的連家航空 那像之前呢 Anson也有介紹過 台灣虎航在哪邊 對 另外一支影片 大概也可以去看 那這一次我會特別選擇節星航空 一方面是剛好我買票的時候 他們家相對比起來的話 是比較便宜的 有一個重點 節星呢 他只要加一千塊錢 就可以有20公斤的重量 再加上餐點 所以說呢 相對跟虎航啊 還有其他家比起來的話 他的價格上面是比較有優勢 但當然就差那一點點 那另外呢 這次搭乘節星航空的 搬機是 紅眼搬機是 1.55分起飛 到日本剛好6點多 當地時間6點多 那關於這一次我們買的 來回機票到底多少錢 我們會在影片的最後 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現在就 準備登機囉 Let's go 我們現在已經坐到我們的位置上了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以我身高170公分 的胖子 的身高 的胖子 來看的話 我的腳大概是這個樣子 大概還有一個圈頭的大小 那基本上呢 整個位置 後排跟前排的這個距離 跟虎航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其實我一坐下來 我已經很明顯感覺到 節星的座位是比較舒服的 他的椅墊是平的 就是是皮製的 嗯? 是嗎? 喔對 他的椅墊呢 他的椅墊呢 是皮製的 然後 因為他的那個背部 是有一點這樣 凹進去 所以你不會讓感覺就是 要自聽一聽的 離前面很近 那再過來呢 就是 他的這個 置物區 其實我覺得 這一點其實蠻不方便 因為他這個是硬的嘛 通常都是軟的 在下面 如果是軟的那種 你拉開你還可以把水放進去 相對的會比較方便 但我覺得一方面 前面這裡 比較空 也是因為他沒有把那個 他沒有把那個 呃 置物欄放在下方 那我們今天搭乘的 節星航空的 不搬機的機型 是A320 那我們就先起飛 等一下準備吃東西 我們先起飛 Let's go 好的 那餐點都已經上來囉 然後我不知道這支影片的聲音 不會聽不太清楚 但 就不會盡量大聲 因為旁邊有人在睡覺 他的茶包 竟然是TWG的茶包 是還蠻貴的一個品牌喔 那默默選的是 銅鑼燒 吃起來口感怎麼樣 什麼感覺是軟體 有一種煎餅的味道 煎餅味 小林煎餅 吃一點點 真的有煎餅的味道 我覺得蠻好吃的 因為我原本想說 他可能會太甜 可是我發現 他不會太甜 剛剛好的 再過來就是他的 咖哩雞排飯啦 好吃 他是那種 甜甜的日式咖哩 他的飯呢 有拍到嗎 他的飯只有一半 所以這個 這個飯量稍微少一點 好不好 我們來吃吃看他的雞排 他的雞排呢 外表皮不是那種很脆 是那種軟的感覺 但是呢 但是其實吃起來蠻香的 我覺得OK喔 如果十分是滿分的話 他的咖哩飯 應該最少有八分 我覺得是有他的特色 然後呢 他 只要你有店套餐 他就會給你一個 免稅 免稅折抵五百元的 一張卷 可以讓你使用 現在吃飽喝足了 就是要睡覺的時候 那我們就先休息啊 各位 我們早上見 我們已經到達了 東京成田機場啦 那這一次 結晶的體驗 我覺得啦 基本上 都蠻舒服的 可是他的椅子 他的椅子呢 其實有一點點的缺點 就是 如果後面呢 腳稍微給你頂一下 你就會 會很有FU的 那餐點的部分 我覺得真的是 蠻好吃的 那最後呢 也要跟大家公布一下 這一趟的 飛行的價格 那我們買的票呢 就是來回票嘛 那來回票的話 這次總計 花了兩萬五千多元 已經含稅了 而且呢 就是公斤數 就是 每個人都各有二十公斤 來回都有 所以其實 啊還附餐 所以 其實是真的 滿划算的啊 我覺得 雖然說連假航空其實 就差不多在這個位置啊 我覺得 因為現在是暑假的旺季 那希望呢 下次還有機會 搭乘 捷新航空的班機 我也想要做做看 其他的 呃 機型啊 關於捷新的相關的資訊呢 我們都會放在下方的說明文 那這一次我們日本行 真的 會拍非常多 非常多很精彩的影片 所以大家呢 記得 都要去看 其他的 影片喔 那這支影片 就到這邊啦 記得幫我們按讚 還有分享 給你最近想要來日本玩的朋友 那 如果你有做過 集結型航空 幫我在下面留言 加一 讓我們知道喔 那我們就 明天見啦 掰掰